都要离线攻击 什么叫离线攻击呢 刚才是在线攻击 在线攻击可能不是很现实 因为你要说 你能够去连接到那个服务器 对服务器直接发起攻击 可能从网络角度上面不是很现实 因为可能有防火墙 对吧 可能你一定要说 像我刚才那么潇洒的 能够攻击的话 如果中间过了防火墙 就有点难度了 这你就不见得一定搞不定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制造一些脚本 那么通过垃圾邮件 通过一种邮件放红 或者通过一些社会工程学的办法 然后呢制造这个脚本 然后给它送到我们客户端 客户端只要双击 只要双击 我们一样可以跟他建立会访 比如说呢 刚才是我找客户 现在是客户来找我 当然了 前提得 前提得是我 我能够制造一个这个脚本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制造一个脚本 先制造一个脚本 我来制造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 这个命令 我来复制一下 这个命令比较 比较长 我怎么双击不开了 算了 我自己敲吧 我本来准备好让我复制的 来敲一下吧 它有一个专门制造负载的工具 用一个Windows 这个好像就得深敲 反向TCP 反向TCP Localhost 等于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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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 我这个BT5 本地地址就是10.1.1.1 然后Local端口 等于12345 5个3 然后呢 产生一个可执行文件 XESC的可执行文件 把它送到 产生这个文件呢 放到这个探部目录 名字启腾 NeoGins 起这个名字 我们来看 简单说一下 通过它的这个 专门产生负载的这么一个程序 产生一个 reverseTCP的负载 就是说呢 当你一双击 就会去来连我 连我的服务器 我的服务器在哪呢 我的服务器在10.1.1.1 我的本地专口呢 一而来连我的 五个三个专口号 那么会产生一个 ESC文件 让客户来点 这个ESC文件呢 会产生到到 TEMP NeoGins 这个下面去 回车 我得把我卡拉实机关了啊 不是这个东西 卡巴斯基汇动 VSP炉的 好 这个 应该说是产生好了 我到TEMP 目录下面去把这个文件给烤出来 就这个 把它复制出来 当然一般来说呢 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最好的办法 你就应该是 把这个文件通过那个 社会工程学工具 或者垃圾邮件工具 反正各种办法吧 把这个东西做一个附件 给它往外发 这标准的套路啊 应该是 把这个文件 你别自己双击啊 你这个东西 应该通过垃圾邮件 或者个人干的方法吧 把它往外发 那么假如说 这个文件就被送到了 可以是邮件 可以是各种方式了 送到这边 当然现在还别着急双击啊 因为那边我的服务器还没准备好 只要我这边服务器准备好 你双击马上你的 刚才这个控制信息全部 那个绘画 就相对于 你去主动建的一个绘画 那这先别点啊 放在这儿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来建一个服务器 等客户来连我们 我们来建立一个服务器 需要到MSF console里面去 我们来建个服务器 本地把这个服务器建好 最好是能够互联网都能够抵达的 对吧 一个公网的地址 这样的话 你刚把刚才我产生那个文件 到处乱发 通过垃圾邮件 通过甚至可以通过那个 那个set 就这个社会工程学工具 它也可以帮你发垃圾邮件 垃圾邮件往外发 然后呢 只要有人去赶双击里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连接到你的服务器上来 你就可以控制它 我们先确认一下啊 我这个地址是2 然后服务器地址应该是1 从网络上应该是通的 没问题啊 好进来了 我来建立一个服务器 又在里面去建立一个服务器 使用负载 然后呢 我使用这个负载 反向TCP 好设置我本地的 本地的地址是10.1.1.1 设置本地的端口号 就跟刚才我们产生负载的时候是一样的 要三四 五 对吧 刚才我负载里面不是说 让大家连我10.1.1吗 我现在10.1.1是服务器地址 那当时不是让我让他连我的 五个五 五个三端口号吗 我这本地的五个三 是我的服务器端口 然后开始 好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等待着了 特别的服务器已经在等待了 现在只要你发拉机油键 只要有人手闲 他把这个open打开了 只要一点双击 看到了吗 我已经上来了 至于后面能够做什么 刚才影响的演示院了 没你吧 就说呢 我这一打开 我就在开始等待 然后这边只要一点 你看生不生了没有吧 对吧 你只要一点一点 我就连上你了 我就可以对你进行 后续的攻击了 后续攻击还不是说过吗 那你吧 这个叫做理性攻击 就是说呢 我们开始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那种脚本 产生一个脚本 然后给他做成一个什么 什么游戏啊 反正这种很 很多人愿意去点的 那种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去大量的去发邮件 然后只要一双击 双击这边马上就有 对吧 马上就给你看到了 马上就可以搞定你了 好 这就是离线攻击 当然了 这个需要其他的拉就件工具 来帮你发拉就件啊 好 这个运算呢 可能还真的要等一会儿啊 再把它继续计算 然后我们再讲后面的 这个呢 就是说算完了 花了差不多28分钟 那么算是 其实我应该做之前 应该把管理员 稍微设一个密码 密码都没有设密码 管理员是空密码 这个 这个跟我 我看上次我抓了一个图 上次呢 好像我算之前 给管理员设了一个密码 是Cisco Cisco是被算出来的 然后呢 今天我说过 我开头也算过 拿ESLAB 谁在ES也是肯定可以算得出来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只要关键就看你字典 关键呢 能不能算出来 要看你 你的密码 和你的我的字典 靠不靠谱 如果匹配得上 就能够算得出来 好 这个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算的这么一个